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传媒频道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关于干细胞艺术的精彩解读 干细胞,这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正引发着医学界的无限热情和好奇 您是否曾想知道干细胞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有着怎样的潜力和应用 我将为您一一揭开这些谜团,带您深入了解干细胞的奇妙世界 我们将探讨不同类型的干细胞,探索它们在治疗难以治愈的疾病中的应用 以及干细胞疗法所面临的挑战和前景 无需担心医学术语和技术性细节 我们将以轻松的方式将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您容易理解的故事 如果您一直对干细胞这个话题感兴趣 或者想要了解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 那么您绝对不能错过这个视频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精彩的科学之旅 探索干细胞背后的神秘面纱 马上开始吧 您一直想了解的干细胞科学知识 我们都会老去 终有一天离世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能尽量避免与老年相关的许多残疾和疾病 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吗 像阿尔茨海默病或中风这样的医疗条件 可能会改变生活 如果你或你所爱的人受到影响 希望出现一个奇迹疗法是很自然的 然而 许多人声称 这个奇迹可能已经存在 就在干细胞疗法的形式中 因此大量的研究和资金 现在都集中在这个非常领域 但这是否值得所有的炒作呢 在这个关于乔纳森斯拉克 扎纳森斯拉克的干细胞一书的视频中 我们已将医学术语和技术细节 减少到最低限度 相反 我们关注的是干细胞是什么 当前干细胞治疗的局限性 以及未来治疗的潜力 所有这些努力 都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复杂的科学 干细胞 在深入了解干细胞的本质之前 让我们从一些基础知识开始 细胞的直径不超过0.02毫米 是任何植物或动物的基本构建单位 人体内大约有200种视觉上 不同的细胞类型 其中大多数被称为分化细胞 正意味着它们具有特定的功能 并且可以在显微镜下 通过外观清楚地识别出来 典型的例子包括我们的肝脏细胞 脑细胞和心肌细胞 然后有未分化细胞 它们具有更通用的外观 但外表可能会具有欺骗性 其中一些细胞也可能专门执行特定功能 例如 未分化细胞也可以在胚胎中发现 并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分化为分化细胞 不幸的是 它们也存在于某些癌症中 它们的无限制生长能力 可能会带来不好的消息 并非所有未分化细胞 都是我们所知道的干细胞 干细胞的定义特征是 它们能够自我复制并生成后代 这些后代会变成分化细胞 它们通常在一个生物体内存在于其整个生命周期中 栖息在皮肤 血液和肠道的内膜等地方 为了研究这些细胞 让我们仔细看看皮肤 你的皮肤的最上层 表皮由称为角质细胞的细胞组成 在一天的过程中 这些细胞会磨损 因此 为了保持你的皮肤 由存在于皮肤基底层的干细胞 创建新的细胞 其中一些细胞变成新的干细胞 其他细胞成熟并发展成新的角质细胞 以补充旧的 受伤的或死亡的细胞 表皮是所谓的更新组织 因为它不断更新 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特异性干细胞 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最著名的干细胞是胚胎干细胞 或称ES细胞 正是这种类型的干细胞通常引起争议 也是大多数人在提到干细胞研究室想到的 但实际上 ES细胞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 它们是由科学家创造的 只存在于实验室中保存的组织培养中 ES细胞是从早期胚胎中发现的细胞产生的 能够产生可以无限分裂的分化细胞 使它们成为多能干细胞 它们非常灵活 它们可以分裂以创建更多的干细胞 也可以转化为体内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细胞 但并不是胚胎中的所有细胞都是干细胞 一旦胚胎成熟 它的细胞不再被视为干细胞 因为它们在短短几天内分化为其他类型的细胞 好的 刚刚讲了很多 为了总结这个第一章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 胚胎干细胞和组织特异性干细胞之间的区别 胚胎干细胞是多能的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形成身体内的任何细胞类型 另一方面 组织特异性干细胞不是多能的 它们只能产生与其起源组织相同类型的细胞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干细胞类型极其可能的应用 人类胚胎干细胞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 胚胎干细胞或ES细胞通常是引发最多伦理和政治争议的 特别是人类的ES细胞 干细胞研究的反对者经常主张 早期植入胚胎应享有完整的人权 而使用它们制造ES细胞等同于谋杀 通常 这种论点是基于宗教立场的 例如 现代天主教徒认为人类生命始于受惊 有趣的是 这并不总是这样 在中世纪 天主教会宣称灵魂在胎儿在活化时进入 这是母亲首次感觉到胎儿运动的时候 大约在18至24周左右 佛教徒持有现代天主教的观点 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 在40天过去后才承认胚胎 对于印度教徒来说 生命始于转世发生的时间在受孕和7个月之间 生物医学科学家们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 但他们普遍认为人格逐渐发展 早期植入胚胎不是人类 它们更像是细胞培养物或组织样本 剑桥大学的马丁·埃文斯 马修考夫曼·马修·康夫曼·马修·康夫曼 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盖尔·马丁 给由马修于1981年首次分离出小数ES细胞 大约7年后 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pson在威斯·康星大学 首次从人类胚胎中培养出人类ES细胞 但是 幸不幸有你 实际上 小鼠ES细胞迄今为止对科学影响最大 这些小鼠细胞可以被注射到 小鼠囊胚一个含有一团未分化细胞的早期胚胎 然后它们与寄主胚胎融合 产生的后代携带在囊胚阶段注入的基因变异 结果呢 一系列基因改造的小鼠 重要吗 当然 是的 过去35年来 成千上万只基因改造的小鼠的研究都基于这一技术 没有这些小鼠 许多关于人类疾病的研究 对正常基因功能的调查 以及新药物测试就不可能进行 人类ES细胞与小鼠ES细胞有许多相同的特性 包括它们都是从胚胎中获得的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例如 现在我们知道有两种多能细胞状态 即原始和成熟状态 小鼠ES细胞是原始类型 而人类ES细胞则是成熟状态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这导致了基因表达 外观和行为上的差异 只有原始细胞可以整合到寄主胚胎中 而只有成熟细胞才能进行分化过程 那么 人类ES细胞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科学家将它们用于三个主要领域的研究 研究正常人类发育 研究遗传疾病的细胞病理学 以及最终用于药物筛选的细胞研究 这可能会大大的减少对动物测试的需求 多能干细胞的潜在疗法 时光来到1997年 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罗斯林研究所 伊恩威尔木特引物们开始工作 它从一种绵羊组织培养细胞中提取细胞核 并移植到母绵羊的去核卵母细胞中 然后 将所得的胚胎移植到另一只母绵羊的子宫中 充当待遇母亲 大约22周后 一只新生的小羊成为历史上第一只克隆的哺乳动物 多利 除了您可能听说过的 成功的克隆在多利之前已经存在很久了 到了19世纪末 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克隆了青蛙和海胆 克隆某屋意味着制造一个完全相同的基因复制体 如今 这是一个足够常见的程序 在全球各地的生物医学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克隆类型 并不像克隆整个动物那样戏剧性 而是在每个细胞都与其创始细胞基因相同的情况下 培养一组细胞 大多数人都认为克隆人类是个糟糕的主意 但通过使用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 这是制造成为多利的胚胎的过程 可以建立一条ES细胞系作为治疗性克隆的来源 这并不容易做到 这项技术在2013年首次实现 之后只在少数几个实验室成功重复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获取人类卵母细胞 这需要从人类女性志愿者中进行外科手术采集 这是一个不愉快且有风险的过程 然后 只有少数重组卵母成功发展成为ES细胞系 2006年 京都大学的山中深迷 是女妖猫脑可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 可以更容易地产生类似于ES细胞的细胞 称为诱导多能干细胞或IPS细胞 一年后 人类IPS细胞开始制造 如今 它们可以通过从简单的血液样本中提取的白细胞产生 IPS细胞是与患者特定的 因此 分化细胞与捐赠者之间在免疫方面是匹配的 这意味着如果这些细胞被移植回患者 就不需要免疫抑制药物 然而 目前生产成本过高 以至于这种治疗还不可行 相反 IPS细胞系的库正在建立中 希望大部分人口可以找到适合移植的匹配 并且只需要最少的免疫抑制 其他解决方案的研究也在进行中 在所有疗法中 视网膜退化的治疗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并有着未来的希望 大约有超过65岁的人口中 约有10%在眼睛视网膜的中央 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二 严重的情况表现为中央视觉丧失 导致无法阅读和识别面孔 自2011年以来 在多个国家进行的临床试验表明 视网膜下移植的副作用很少 需要的免疫抑制药物也很少 大多数治疗都导致视力提高 ARM的高患病率 加上相对简单的治疗方法 使得在未来 很可能会更频繁地使用此方法 类似的多能干细胞疗法 也正在开展中 用于治疗 一型糖尿病 帕金森病 心脏疾病 甚至脊髓损伤 但研究仍在进行中 结果各异 组织特异性干细胞的潜在疗法 我们的身体不断地进行细胞交换 细胞死亡 新的细胞取而代之 但并非所有细胞都以相同的方式 进行这一过程 一些细胞被称为后有丝分裂细胞 它们永远不会再次分裂 其中的例子包括神经元和基纤维 另一些细胞被称为扩张细胞 只在我们的童年期间分裂 当我们停止生长时 它们也停止分裂 这些细胞包括结地组织中的细胞 以及许多器官中的细胞 包括肝脏 肾脏 甲状腺等 然后还有另一些细胞 被称为更新细胞 在其所在的组织中持续取代细胞 它们在救细胞死亡时 精确地生成新细胞 更新细胞持续存在于生物体的整个寿命中 在人类中 它们存在于表皮中 以及像肠道 膏丸和我们的骨髓造血系统中 该系统负责生成血细胞和免疫系统的细胞 每年全球进行超过5万次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 无疑 这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干细胞疗法 HSCT通常被称为骨髓移植 但现在更常用的术语是HSCT 因为它也包括了来自其他来源 如其代的造血细胞的移植 它的主要用途是治疗白血病和淋巴流 HSCT还被用于治疗一些遗传性血液疾病 包括镰刀细胞瓶血和一组血红蛋白疾病 其他现有的治疗方法依赖于组织特异性干细胞 例如 可以使用培养的表皮来治疗严重烧伤 或使用角膜的干细胞来治疗眼部疾病和损伤 未来可现实的预期 我们都应该对20世纪和21世纪医学的进步感到感激 然而 未来的几代人可能会对我们感到难以置信 我们生活在一个脊髓损伤可能导致完全瘫痪 失去的肢体无法再生 心力衰竭和癌症可能会致命的时代 在21世纪初 围绕着疗愈承诺的炒作部分是由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的争议 许多政治家还相信干细胞疗法可能会是下一个大事件 可能会拯救他们摆脱经济衰退 但科学家对疗法持较少的乐观态度 他们在胚胎发育研究和药物筛选方面看到了更多的价值 当我们思考未来时 我们可以从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中得出一些教训 这是分析师事先无法预测的故事 首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这一领域开始研究时 人们对造血系统几乎一无所知 在1988年 小鼠中的造血干细胞终于被分离出来 然后又经过几年才被在人体中分离出来 尽管像白血病这样的疾病的治愈率有所提高 但治疗非常激进 死亡率很高 这意味着它不适合治疗许多无法证明风险合理的其他疾病 此外 HSCT治疗的费用昂贵 美国超过60万美元 德国超过20万欧元 从事后的角度回顾这一切 我们可以看到 对造血系统的了解只是作为研究结果获得的 许多发现并没有潜在的商业价值 其他一些可能有价值的发现在开发过程中被抛弃了 在理解生物学和实施新疗法之间存在着长时间的延迟 在HSCT的情况下 这需要大约20年的时间 如今的监管可能会使这个过程更长 基因和细胞操控将在未来带来巨大的创新 仅在未来10年 干细胞疗法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 细胞移植可能能够治疗眼睛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多巴胺神经元用于帕金森病 心肌细胞用于修复受损的心脏 通过植入一线β细胞来治疗异型糖尿病也可能是可行的 我们甚至可能会看到脊髓损伤引起的瘫痪的逆转 干细胞生物学具有巨大的潜力 但预测其未来是困难的 生物医学科学家相信 总有一天我们将能够再生失去的肢体 肯定会有治愈糖尿病 癌症和心理衰竭的方法 但实现这些结果的进展 可能会较慢 并且需要更多的研究 您刚刚完成了我们对干细胞一书 作者乔纳森·斯拉克的解读 这本书的关键要点是 目前可知存在不同类型的干细胞 包括胚胎干细胞和组织特异性干细胞 它们被用于各种应用 疗法和试验 以治疗一些世界上最难治愈的疾病 尽管在干细胞研究领域 进行了许多有前途的研究 但进展缓慢 话虽如此 这里还是建议我们可以 保持怀疑的态度 凭借您新获得的知识 对私人干细胞诊所宣传的 神奇治疗保持怀疑 如果您在与干细胞研究 相关的政治或商业事物中 有任何影响力 请在未来几十年内 推动有关资金和监管的明智决策 干细胞可能有一天 会产生期盼已久的神奇治疗方法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代科学在不断进步 干细胞领域也在不断演化 继续探索相关的科学文献 学术研究和专业书籍 以深入了解干细胞的最新进展 将您所学到的知识 分享给他人 可以是朋友 家人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朋友 通过传播知识 您将帮助更多人 了解干细胞科学的重要性 太好了 谢谢您收看本期 关于干细胞的听书视频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 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 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激发你的思维 发现新的世界 点击通知按钮 第一时间一起体验 起敌思考与智慧的力量 开启美好未来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探索 如何在人生中取得美满成功 敬请期待